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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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照标本采集棉签 拧开装有缓冲液和柿子的提取管的底盖 6.从密封的铝箔袋中取出检测试剂盒 将其放置在一个干净的水平面上 将2D经过处理的样品垂直加入检测试剂盒的样品孔中 7.等待15分钟 解释并记录检测结果 请在显示结果的5分钟内阅读 结果 呈阴性 如果只有C带存在 T带没有任何酒红色 说明在标本中没有检测到SARS-CoV-2抗原 该结果为阴性 呈阳性 除了C带的存在 如果T带也出现了 则表明标本中存在SARS-CoV-2抗原 该结果为阳性 不正确的使用方法 对照线未能出现 不正确的程序技术和无效的测试工具 是控制线失败的最可能原因 再次仔细阅读说明书 用新的测试工具重复测试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立即停止使用该检测实际盒 并与当地经销商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